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刚刚被中共当局评为2008年十大华人才智人物之一的 加拿大人 加拿大的多伦多中国人 应该说大陆人 叫做唐伟真的 在上个星期成为了整个北美地区的新闻人物 加拿大的主流媒体都几乎以头版头条把他当为新闻人物 为什么这个被中共当局誉为08年十大华人才智人物之一的 成为了头版头条的人物呢 是因为他涉嫌诈骗六千万 而且露了馅了 那我们就看一下网上是怎么评论的 在过去的两年里呢 我看到唐伟真呢 其实一直在加拿大另外一个著名的网站 加国无忧网站上呢 多次有所表现 那最新的一篇文章叫做中共红人唐伟真 文章里呢 主要介绍了他的背景 文章上来就提到说 加拿大安安略省证监会在上一个星期称 多伦多华人投资顾问唐伟真被指设下庞氏骗局 那欺骗加拿大美国和中国三个国家投资者 向他公司投资六千万加币 大概相当于四千八百万美金 目前他已经被勒令禁止买卖股票 法院宣判冻结唐伟真公司资产的截止日 大概要在四月三十号 文章接着说 3月23号安大略省证监会称 唐伟真利用新投资人的资金支付以前投资人的利润回报 这就是典型的庞氏骗局 而文章里接着讲说 安大略省证监会向安大略省高等法院递交的文档当中称 唐伟真公司呢 以及他另属的另外一个海外华人投资公司的投资顾问 唐伟真告诉投资者说 公司已经没有资产支付退还投资金额 而这位唐伟真呢 大概在前后两三年的时间里面呢 在整个北美地区呢 掀起了不小的风波 文章里提到说 唐伟真写了一本书叫做 《我的巴菲特财富之路》 那很多国人呢 看他的一些文章都把他称为华人巴菲特 而且他在去年08年举办了首次加拿大华人春节联欢晚会 他自己呢作为财政的这个主要的支持者 而就在今年初去年底和今年初 他借助加拿大加国无忧的网站呢 提出了每周回报1%的投资回报率的这个这个说法 大家知道投资金融投资风险是非常大的 每周回报1%就意味着每一年 他将给他的投资人回报50%以上 这是非常不得了的说法 那文章里说呢 从此呢名声大道的所谓的华人巴菲特 唐伟真呢被指涉嫌违反了安安略省证券条例 可能是在未注册的情况下 把以投资组合经理的身份 向客户提供服务和投资意见 从而遭到了安省证券会的发出的临时禁令 这个临时禁令的有限期呢 大概是15天 他大概的一种风险呢 就是说他的允许他投资的这个license 也就是他的这个许可证吧 只能负责那些可动资产 自由资产在100万以上 也就是说他即使有损失 也不会影响到他投资人的这些基本的生活 但是呢 唐伟真涉嫌呢 是他的客户当中有些 有些人的资产无法达到这种水平 那文章里为什么把唐伟真称为中共的红人呢 我们看一下文章里提到的 他说在唐伟真的事发之前 加拿大华人界的大小中文媒体 都对其进行过大篇幅的报道 那中共喉舌包括凤凰卫视 为其呢进行过专访 他在凤凰卫视呢 有他自己的博客 我也有看到他的博客 他的博客到现在呢 还没关掉 而正是这种中文媒体的媒体效应 使得唐伟真呢 在很短的时间里头呢 成为了加拿大华人界的红人 那08年5月08年2月5号上午 唐伟真和他的夫人萧红 曾一同前往中共驻多伦多总领事馆 拿出十万块钱人民币的支票 向当时的中共驻多伦多的总领事 朱陶英递交了这个捐款 这个捐款是当时针对当时的 去年冰洞就是湖南省和湖北的南方的冰洞 他表示赞助 那咱就不知道这十万块钱的赞助费 是他自个儿的钱呢 还是他投资人的钱 07年6月18号到22号 那唐伟真应邀中共的统战部 参加了中华海外联谊会 在中华文化学院举办的第一届海外华侨华人中青年代表人事研究会 特别受到了中央领导的接见 那此外他还提到在08年9月费 唐伟真成为了湖南同乡会的会长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08年12月7号 那唐伟真荣获了2008年中华十大才智人物奖的最佳诚信奖 大家明白啊 他获得的是最佳诚信奖 而颁奖典礼在北京调一台国宾馆 而整个这个十大才智人物呢 要出书要在今年发表出来 咱就不知道这书出得来还出不来了 此外呢非常有意思的是 为什么把唐伟真评为了十家才智人物当中的最佳诚信奖呢 理由如下 说被誉为华人巴菲特的唐伟真 成功预测了美国房地产的这个崩溃 给华人投资界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 不知道他说的革命性的影响 是大家一块挣钱呢 还是被他骗钱 那是世界金融领域具有标志性的中国符号 这个说法就更有意思了 具有标志性的中国符号 而他的唐伟真的标志性的一种说法就是忽悠 在场面上忽悠 他出头露面形成领军人物 这种领军领衔的人物的内在的本质呢 是欺骗 他说也是海外华人才智人物的典型代表 该说的话都说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评论 我们要费改变想 我们要费改变想 我们要费改变想